希望大家喜歡 大家喜歡嗎 喜歡沒有 年代嗎 喜歡喔 對不對 也因為大家熱情的支持 我們今天中式的大家長 趙總經理 特別來到我們台中的現場 來送花給我們的主要演員 好 我們歡迎我們的趙總 耶 哇 趙總 趙總你好 小甜甜啊 謝謝趙總 而且趙總就是一個好趙頭 你看 姓趙又好趙頭 而且穿紅色 表示我們美好年代 一定拍 收視第一 對 收視小黃一定紅 對 而且我跟你講 趙總多特別 通常人家拿花來都會比對方 他一直放在他手上 都沒有給我們意思 有沒有 你怎麼這麼特別 我希望你 在你手中 你要我答應你 答應什麼 答應我 收視率大翻紅 咱們一定要突破三的收視率 一起來看一看 咱們看美好年代 就能獲得美好 你就會有更好的美好時代 就是大家可以越看越奇想 越看越美好 好不好 好好啊 好 謝謝 謝謝趙總 謝謝 好 那我們 好 謝謝 好的 好可愛 那個電梯的朋友可以往前 不要害怕 不要告訴我們 我們這裡是純愛 是純愛 到陸區好嗎 不是逢獸區 對 小甜甜是如此的受 對 當然前面走過路過不要錯過 現在美好年代在這裡辦簽名會 我們怎麼都要開始簽名了好嗎 待會兒可以合照簽名 那一些店員 你們現在店可以先關一下 也可以來參與 真的喔 你們關了馬上拿到簽名 貼在你們店門口 業績馬上又翻紅了 沒有錯 好 我們來跟大家聊聊 因為其實我們在 第一集到第十集的播出裡面 有一個很可愛的機器 叫做抠機 我想來問問大家 你們有沒有使用過抠機的經驗 然後通常抠機你們都會設一些 比較特別的數字 叫做你們的密碼 好 那我們先來請小甜甜來先幫我們 對 我那個年代是有BB Call的 你們有人有BB Call的年代嗎 沒有 你們都沒有嗎 等一下長一點的有吧 有吧 有吧 超過三十的有嗎 有 有吧 有啦 而且以前還有小螃蟹啊 什麼的 然後我們以前的BB Call 有時候是爸爸媽媽的腹肌 然後還會是米一二三米三四五的 然後有一些 就像我們戲裡面有提到的術語 然後以前范小軒還會這樣出了一首 三一嗚嗚嗚三一 九四九四五 我像你你們有公平嗎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這就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年代 對 這是我那個年代 如果跟我差不多的應該有經歷過 好 那我們來問一下布魯斯 是的 你有沒有經歷過那樣的年代 沒有 那個時候我真的 年紀比較小 但是我經歷過就是有MSN的時候 對 但我們也是會有一些數字的密碼 那我想問一下你MSN的密碼 你是用什麼樣的密碼 所以最後聊天要去睡覺了 就是八八六 拜拜啦 拜拜啦 或者是要去打球說九八九八 九八九八 對對對 我覺得你台下的粉絲 會想要跟你說一三一四我愛你 一三 一三 一三一四我愛你 有沒有是不是 想不想啊 沒有 大家比較害羞 大家比較害羞 你的粉絲都跟你一樣害羞 那這樣不錯 不錯 不錯 對 他們現在都喜歡這種 就是比較憨厚的男生 憨厚的 哦 好啦 大家都有機會 那我們來問一下 逸兒呢 你有沒有重要的密碼 密碼怎麼可以在這裡說 很多人耶 聽如說啦 沒有啊 就是因為以前 或是你有聽過 你朋友設的一個什麼重要能力吧 就是那種 我也沒有用過抠機 但是我爸有用過 然後 但我有喜歡的數字 我喜歡十四號 十四號 對對對 因為我小學喜歡一個男生 然後他就是十四號 然後我要上上打球的時候 他就拿了一個十四號的衣服給我 所以我從小到現在都一直穿著 只要有打球都穿十四號 哦 從小到現在 從小到現在 對 這是一個小秘密 其實他的名字 本身就是一個密碼 劉逸兒就是612 對 好像很厲害 其實很厲害耶 這麼會解密 好 我們接下來問一下